上车上车上车 报告 开封危在旦夕 国军除龙亭之外 全部陷入共军之手 郭某森 你还待在这儿干吗 还不赶快下令去夺回开封 总裁 您 您刚才说的那点部队 难解开封之围啊 那你说该怎么办 严令丘军全部 及第四绥靖区 刘汝鸣部 加速向开封前进 令仪 整编第七十五师 赴新编第二十一旅 以及由新安镇 增援到柳河的 整编第七十二师 组成一个兵团 由第六绥靖区 副司令长官 欧寿年指挥 由民权地区 景催县 起县 迂回开封 并且重战开封 这样就可以形成 共军与我军 在开封决战的态势 好了 你就以参谋总长的名义 下命令去吧 是 另外命令空军 对攻击开封的共军实施轰炸 以支援开封保卫战 是 另外 调我的转机 总裁 你要去哪里 我要飞林开封上空 亲自指挥该地区 对共军之攻势的作战 校长 总裁 这太危险了 你还是让我去吧 不 我要亲自飞林上空指挥 总裁 总裁 不 不 但千亿 不 这 还在 我 不 看 你说 我 得 不 这块硬骨头了 现在可以不用着急了 素素 我能不急吗 你们的第三第八纵队 不要留恋开封战场 留下足够攻打龙庭的部队 其余部队从城内撤出 集中起来 准备打一场 更大的歼灭原敌之战 这龙庭呢 龙庭肯定是要打 但是不要着急 迟一点也不要紧 你留一点残敌 正好可以用来 做掉丘兵团这条大鱼的钩子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你呀 先别打下龙庭 打下龙庭 来源之敌就没那么积极了 什么时候打丘青拳 准备好了 确定有把握的时候 再打 那开封呢 开封 你哪位呀 好 请稍等一下 是雇主同意 纵裁 学生们又在游行示威 反内战了 那监察委员和立法委员 也跪在我的家门口啊 不要说了 我的家门口也是这样 喂 你是谁 回座 我是刘志啊 你现在在哪 您不是要我回南京商议 重战开封吗 你为什么还不到 我的家里来 我去不了了 怎么了 难道你也负伤了 不 不 不 韦作呀 是一帮河南籍的 监察委员和立法委员们 堵在我的轿车前 哭着喊着 要我收复他们的开封啊 那好 你就先待在家里吧 我真应该把这些姿势的 什么监察委员 立法委员 全都抓起了 不妥 不妥啊 大令 你说该如何呢 我只知道民主国家 是绝不允许 无端地去抓民选的 监委和立委的 可是你看看 他们都堵在门口 我 我如何去部署 收复开封 在御东和共军决战的事宜呢 你可以让国防部长 何因卿出面 溢解此事吗 诸位监委和立委们 我受蒋总统之命 向诸位解释一下 开封失守的原因 参谋部配备开封之兵力 原有国军三团 保安队六团 后来又临时加入国军一团 一共是十个团 原期至少能守十天以上 预计我援军击破沿途匪军 到达开封城外 则不需要十天 我们不要听什么解释 我们想知道政府 什么时候收复开封 对 解释是个数法 对不起 你们去问蒋总统吧 我求情桥原兵团 欧数年兵团 已经从民权地区 经虽线 起线 向开封迂回 近期即可重战开封 共军 会与我们在开封一线 展开决战吗 我个人认为 绝对不会 根据呢 你看 因为东面 由我秋欧兵团 何为开封 难免有整编第十八军 以及湖联兵团 必要时 还可以由我整编第二十五师 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组成的 以黄百涛为司令的兵团参加战斗 怎么粗粗地算下来 我军参加战斗的兵力有二十多万 我想陈毅和苏玉绝不会坐等被我重兵包围 据耳兼之的 共军会不战而弃开封吗 会的 他们一定会会识难指 与刘邓共军会合 妄图驾击我第十八军呢 纵裁高见 我也认为有极大的可能 第级殿令秋兵团 欧兵团 从民泉 蓝峰开封一线 向西南极进 绰欧兵团留部分兵员固守开封之外 与整编第十八军从南北两面 合击华东共军 是 自令 禁主开封的入城仪式隆重热烈 彰显了我兵团的军威 高市长 不可雕义情心啊 我们的对手 是当年歼灭张陵府的第七十四师的 尘义和肃虞 接下来 南下合集华东共军就要小心了 刘邓共军有十多个纵队陈兵南线 你一代劳 坐等与我兵团决战 欧司令 从战开封的北差 老猴子让给他的嫡系 丘兴权病团 可这追奸共军的苦差使 又交给我们这个刚刚组建的病团 说心里话 我不服啊 他的嫡系 有谁给他掌脸吗 从陈城到张陵府 从胡租南到刘勘 一个一个不是败在共军的手下 就是变成共军枪下的冤魂 欧司令 你可不要小视共军啊 当年我在十九路军的时候 打鬼子我都不怕 还怕自称是 小米家步枪的土大陆 像我 中央军委 已经批准我们撤出开封 调动敌人 再坚由东 及持而来的 增援欧寿年兵团之敌的 作战部署 下面由张震副参谋长 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以第一 第四 第六纵队 和中原十一纵队 组成突击集团 隐蔽集结于 衰县 齐县 民权和泰康地区 准备实施南北夹击 围歼欧兵团 由叶飞同志负责指挥 是 其余部队由野司统一指挥 我第三纵队 第八纵队 按预定的作战计划 放弃开封 向通许方向转移 引诱邱青泉兵团南下 然后迅速东移 会同由上赛地区北上规建的 第十纵队 和位于起县的两广纵队 组成组员集团 在起县以西 构成组员阵地 隔离秋欧 两兵团之联系 阻击秋兵团东原 由陈事局 唐亮同志负责实施 是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你们必须要引诱 秋青泉兵团南下 隔开与欧寿年兵团的距离 为维歼兵团创造条件 秋自令 委员长电话 小长 我是秋青泉 战况如何呀 报告小长 我整编第五师 第四十五旅 还有第六十八师 重新占领了开丰 共战开丰的共军 现在逃向何处啊 共军的主力向南逃算 请小长放心 我已下令兵团主力 向通许方向前进 维基 共军的第三第八纵队 很好 欧司令 秋青泉司令发了电报 命你率兵团主力即可南下 都是兵团司令 他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欧司令 那我们下也不该怎么办呢 不急 先观察一下 等刘邓共军 教训了秋青泉之后 我们再去解围也不迟 那该怎么回复他呢 就说我兵团 已经尾随其后出动了 是 苏总 这儿呢 怎么了 苏总 方才接到叶飞司令员的电话 告知秋青泉兵团贸然南下 尾及我第三第八纵队 好 欧寿年兵团 滞留在虽县西北的铁佛寺 龙王殿 鱼香铺地区 犹豫不决 徘徊不前 与秋青泉兵团 拉开了至少四十公里的距离 真是天助莫言 我突击集团突然发起攻击 将欧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 包围于龙王殿及其附近地区 并完成了对七十五师各旅团的分割 与此同时 将第整编第七十二师 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地区 另外 我祖元集团 隔绝了秋欧两兵团 六月二十九日晚 我突击集团 以一部兵力 继续包围整编第七十二师 以主力 对欧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 发起攻击 喂 请邱司令接电话 对 是欧司令要找他 欧司令 邱司令 邱司令接多了 邱司令 我不受到共军主力的攻击 行事很不乐观啊 请兄弟 一定助我一臂之力 一定助我一臂之力啊 欧司令 我已经命令部队回师救援 你可要坚持住啊 兄弟 一定要快 一定要快啊兄弟 老兄 在回援救你的路上 全都是打援的共军 我是拿弟兄们的生命 再杀出一条血路啊 兄弟 兄弟 姓欧的 你不是瞧不起我邱某人吗 我倒要看看你 在共军面前 扭成个什么样子 邱司令 我们真的就不救这个 欧兽年了 如果我们被共军包围了 他会救吗 看看吧 看看他们 还能坚持几个时辰 看样子 连七月二号都坚持不了 七月二号 恐怕连天亮都坚持不到 欧司令 欧司令 郭军都要打到兵团森林部了 快直接向南京老头子呼救吧 到了这种时候 一切万一 至少也要让校长知道 我们为党国记忠了 记忠 记忠有什么用 我要找邱清泉算账 我要和邱清泉算总账 欧少年 欧少年 欧 前线上空 总裁您 我要在空中喊话 命令邱清泉兵团东进 和西进的黄百涛兵团 夹击共军 与之决一四战 借周周柔 不许多 在空中喊话 我正在铁兵团 这都要 这都要 是不是 你 是 证人 还没有 不许多 你 折腾 司令 上面那些了 嗯 听说过 此地是商丘啊 商和商是谐音 商丘就是商丘啊 自应是我丘某人的 上心之地了 喂 司令 是校长在空中的飞机上打来的 就说我在前方杜转 是 报告校长 我是七十师师长高级人 邱青泉司令正在前线杜转 有什么事与 我可以代为转达吗 我这儿有一道守令 那你就全文记下 力转邱青泉 是 龙王殿已于金城拂晓失守 欧寿年 沈成年二同志 若非阵亡即已被俘 战念前途 深堪 浩探 地位中原主力 与友军相处 不解围 不护救 恕看痛恨 自限于两日 东向驰援黄百韬 达成任务则可 江公免罪 江总统 是 小长 您还有什么事与吗 若再有违令者 杀无赦 是 是 杀无赦的 前方 有 雅小 是 那有些人 有了 有起县北上州里 经誓愿 华西营折而向东 攻击敌人的侧背 这全军成败 存亡 再次一绝 我军 由于连续行进作战 尤其是在 为奸欧寿年兵团的战役中 加上战局久汗无语 天气异常炎热 部队卷员较大 且又十分疲劳 在此情况下 我军下一步的任务 是否组织部队 顺利撤出战斗 转入休整 你讲的有一定道理 但敌人会让我们 撤出战斗 转入休整吗 你们看 黄兵团由东向西 丘兵团由西向东对进 更有胡练的兵团 由南向北 作攻击性潜进 其中 尤其是黄百涛兵团 增援积极 以劲底地丘垫附近 对我军的东撤 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如果我们 对黄百涛兵团 不给予有利的打击 我军携带大批伤员 将难以顺利撤出战斗 我军即使撤出战斗 各路敌军也会违追而来 使我军陷入被动 我命令第三纵队 第十纵队 第八纵队一部 继续阻击秋青泉兵团 第八纵队主力和六纵一个师 在和气屯 鱼香铺 为奸敌整编七十五师 第十六旅吕布及两个团 由陈世举 唐亮指挥 是 是 第一纵队 第四纵队 第六纵队和两广纵队 东夷 围奸 黄百涛兵团 由叶飞同志负责 是 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 作为战役御卫队 监视敌整编第七十二师 在铁佛寺的敌人 我的话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各位 两军交战 勇者胜 七月二日 华东野战军对黄百涛兵团 发起攻击 战至四日 将其压缩在地丘殿 及其周围地区 为解黄百涛兵团之位 邱青泉已整编第五师之 第四师无旅 整编第八十三师 组成左翼迂回兵团 合力东进 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 沿龙海陆以南侧影 至七月六日 邱青泉兵团 与湖联兵团先遣部队也极尽救援 魏保时主动 肃域司令员 命华东野战军 于七月六日撤出战斗 从此 历经二十天的御东战役 胜必结束 我华东野战军在此次御东战役中 共兼敌八万五千七百余人 不要忘了 中原野战军还有四个纵队负责阻击任务 共歼灭湖联兵团和吴绍州兵团 七千八百余人 两者相加合计九万四千余人 完全改变了中原敌我态势的对比 主席 山东兵团在完成侧影御东战役之后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 决意立即攻打衍州济宁 很好啊 这样一来 山东兵团便无后顾之用 以利全力南下作战 在攻克衍州济宁之后 等于是切断了徐州和济南的交通线 对攻打济南徐州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所谓的与东随其会战 国军投入了四个兵团 两个绥靖区 十二个整编师 另外还有两个快速纵队 共约二十五万余人 你们自己说说 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报告总裁 我有难言之苦 那就把你的苦衷都说出来吧 是 参加御东虽其会战的国军的确不少 但负责指挥的将领 心中都有一本仗 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 我这个刚刚走马上任的司令 谁都不听我的命令 别说是你的命令 他们连总统的命令都不听 他们不是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而是以军中的派系为重 我们在反观共军呢 为了支持陈素在玉东取得胜利 中原的刘邓可以暂缓攻击相反 山东的许世友 也可以放弃攻击衍州 一起出动钳制国军的增援 总统 再不能允许军队中存在着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了 为了严肃军纪 必须从严成见 报告 衍州绥靖区司令长官李玉堂电告 衍州于七月十二日黄昏 也就是今日黄昏 陷落共军之首 整编第七十二市市长 霍首义呢 据李玉堂电告 霍首义市长被俘 首衍州的国军有两万余人 也被国军驱了 那他李玉堂为什么还活着 李玉堂称 林阵化妆潜逃 方得以生还 军队没了 他还活着 我们的军队绝不能收留 这种林阵脱逃的将军 刘登大军在完成测应御东战役之后 趁敌军分散的有利时机 准备立即攻打湘返 老宗啊 湘返系古城襄阳 和古部返城合成而得名的吧 对 由于此地位于汉水中有 地当铜摆武当山孔道 将以南川北马七省通渠而著称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据史记载 攻打相反者不乏先例 张献忠李自称都为攻打相反付出了代价 三国时期 东吴的孙坚在打相反时 虽夺得凡城 却战死襄阳县山 就说观音长吧 在夺取襄阳后 在凡城演出了水淹七军 但是也并没有拿下凡城 所以殿告刘登要慎重用兵啊 但是今天相反的首敌是康泽 他是出了名的大特务 不会打仗 康泽不会打仗 但他的副手郭勋棋 可是川中名将 又是这个郭勋棋 还记得吗 遵义会议之后 我们三个人指挥着土城战斗 就吃了这个郭勋棋不少苦头啊 那能忘得了吗 不过这个郭勋棋 早年参加过共产党 是博城统治介绍的 我在重庆期间 听有关人士说 郭勋棋还在为当年 土城战斗的作为而内疚 今日的相反 不是昨日的相反 但是在战场上 还是要重视啊 另外 人都是在变的 对郭勋棋 还是要手下留情 看看日后 能不能把他争取到人民这边来 为新中国效力 至少在川军中能发挥作用啊 方才你们校长来了电话 说很快就回来 要你立即赶来官邸 大理 夫人 谁来的电话 你的好学生杜玉明 他说一会儿赶过来 是你和他约定的时间 是 我是和他约过的 只是 最近战场上一个失败 接着一个失败的 我都气糊涂了 你走以后啊 我就一个电话 接着一个电话替你接 简直成了名副其实的接话员了 有什么重要的电话吗 能直接给你打电话 还有不重要的 简直最重要的说吧 你的学生康泽 从相反打来电话 他说 他已经被刘邓共军围困在城里 如果再不发病救援 他就为党国捐躯 为校长尽忠了 我已经给白崇禧打了电话了 他答应尽快派兵救援 可康泽说 他已经多次 向白崇禧发出呼救 说他为了贵习的利益 见死不救 大理 快派兵去救救康泽吧 衣服 萨兵 也许员啊 等着你呢 好了 你们试声聊吧 来 坐下说 光婷啊 我看了你给我写的报告 对你提出的 与共军作战的要旨 我很感兴趣 谢校长 你上面写着 来 坐下说吧 是 要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团 吸引共军 攻击某一据点而久攻不下 待其攻击顿挫时 我机动兵团再与之决战 是这样吧 是 很好 如果我军已整补完成 而对方尚未发动攻势时 我军应该争取主动发起攻击 以寻求共军之一步而歼灭之 对 这很有战略眼光 我准备采纳这一作战方针 谢校长在呗 所以 徐州方面 我决定 谨守郑州 这三大战略要点 加强攻势 独立固守 必要时 其他中小城市均可放弃 看着你身体康复了 我很高兴 我现在就正式委任你为徐州脚总副总司令 愿为校长进宗 最近你听说了吧 社会上尤其是反对我的那些政敌 对我任命刘志为徐州脚总总司令 颇有微词是吧 是的 你说说看 学生不敢 没关系 你说吧 传闻贵戏主帅李宗仁说 徐州是南京的大门 理应派一员虎将来把守 即使不派一员虎将 也应该派一条狗来守门 如今派了一只猪 眼看大门 快守不住了 一派胡言 是 你难道 听不出这是李宗仁在挑拨离剑吗 岂不说他白宗仁是不是一只虎 但是 他至少是没有政治节操的政客 是 人送外号 在家的寡妇 你说让这个在家的寡妇把守南京的大门 他很有可能依靠各种势力 尤其是美国人的势力颠覆了政府 你不明白吗 明白了 刘志能力是差了些 但他没有反骨 让他把守徐州我放心 而且 我已经做了准备 一旦形势发生逆转 我就会用你 取代刘志的 你懂了吧 学生 懂了 学生 懂了 还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学生 听说 您在给黄百涛受训的同时 要严惩囚禁权 是 校长 不许为他讲情 为了严惩军纪 我必须挥泪斩马素 国防部召集衰旗战役的有关人员 召开检讨会 要我去参加 我呢 就不必出席了 你替我去参加吧 行吗 行 那要是校长怪罪下来怎么办 不会的 可是南京方面传来消息说 校长要你和黄百涛 通台演一出好戏啊 师兄光廷已经通报了 你到了南京以后 就按照师兄光廷所指的道去走 会化险为夷的 可师兄光廷指的是一条什么道呢 一条人所皆知的道 相反的形势我十分清楚 抗则司令 希望你再坚持一下 援兵一定会到的 顾组长 你听听这功臣的枪炮声 我连一天都坚持不了了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抗则司令 希望你坚持坚持 再坚持一下 援兵两天以后一定会到的 报告 学生高级人拜见恩师 顾总长 周军人 他会见恩师兄还真是 我 我听说要是 宿舍 他也不肯定 那就搁着 你还有什么事吗 关于随起会战的事 我与何部长会主持公道的 那学生带邱司令再谢恩师 敬礼 离毕 被表彰崔起会战的英雄 黄柏涛将军的战功 经国防部会商报蒋总统批准 特授予黄柏涛将军一枚清天白日勋章 下面由蒋总统亲自受 清天白日勋章 刚才我们中奖了随起会战中 英勇善战的英雄黄柏涛将军 下面我们也要对随起会战中 负有失败之责的邱清拳 予以惩罚 他在随起会战中指挥不大 作战不力 作战不力 作势第七兵团 欧售年部 全部北监 先进国防部会商 撤销邱清拳的兵团司令职务 随起会战中 也暴露了我们国军的问题 那就是长期以来的派系之争 正是这种派系之争 才导致我们将领们之间的相互猜疑 以至断送了原本该属于我们的胜利 是 总统 我是参谋总长 此次随起会战 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我愿带学生邱清拳受过 接受蒋总统的处分和制裁 校长 他们都是您最钟爱的学生啊 校长 请给邱清拳将军戴罪立功的机会 不行 你们都是我 黄埔军校的学生 我必须要一视同仁 讲成分明 为了重振国军的军威 必须严惩邱清拳 校长 知错能改善莫大言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吸取教训 为党国尽忠 为校长争计 为党国尽忠 为校长争计 邱清拳兵团司令的职务 必须撤销 但是他可以继续留任 行使兵团司令的职权 小长 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前方战报 相反实现共军之首 康泽将军和郭勋齐将军被俘 出现了一部 你们听听 这又是一次派系之争 所导致的失败 一部 书先 林彪他们 已经把长城包围了 现在 就剩下沈阳锦州等几座重要的城市了 向前同志又打了尽重战役 把延熙山围困在太原等几座少数孤立的城市里 姚某人在长江一北的日子 越来越不好过了 是啊 是啊 是啊